之前的那一部确实对于我的 我觉得是我入行的成就我的一个作品吧 那时候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然后觉得那个角色自己也是踮着脚勾着演的 可能也是新人的缘故 还有就是整个的团队和阵容 在我那时候看都非常的专业和非常的好 当时我也是年纪最轻的 所以那时候的心态有一点点的紧张和 成慌成恐的去完成 那15年之后又遇到了演习攻略 现在的我可能和那时候的自己 内心成长了很多 而且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也积累了一些 所以演习攻略对于我来讲 心态更稳一些 观众喜欢 首先我觉得是剧本的故事性 比较的吸引观众去看 那就好像当初我刚拿到剧本 我也是很迫不及待的去一口气把它看完 为什么会像今天这样我也不知道 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因为包括我们在做后期 在整个拍摄跟整个创作过程中 我们会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戏 跟很好的作品 但是没有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成绩 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主创团队的人来讲 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收获 对于复查荣音的角度来讲 她做到了就是 秦淑简让 她是一个非常端庄 非常有自控力的女人 所以她做到了让皇上舒心 让皇上顺心 一直以来这么多年的相扶相伴 她都是以她的思想为先的 然后以大的格局为重 虽然她最终的结局是自己选择的 在戏里面是这样 但我觉得在历史上也是如此 复查皇后也依然是非常的限量淑德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部戏里面 很多的传达我觉得蛮正的 很多人觉得这种戏 就是要斗要争 你才能够活到最后 要凭你的EQIQ 当然EQIQ要有 完全没有也不行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善意的传达 包括最终魏英洛的它的存在 也是很复查到后期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部戏想传达的东西就是 你想要得到爱要先付出爱 然后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去经营 当时真的很激动 然后也很感动 也紧张 因为本以为其实经常会上舞台 不会紧张 然后也会出席很多的电影节 但是真正你自己拿了你属于你自己讲的时候 你有很多感慨在心里面 其实当时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确实时间有限 然后就只能精简几句 然后跟大家分享 其实要感谢的真的特别多 你一下子会想到就十几年的所有的经历吧 就是最多的还是感恩 就是感恩能够一直在这个职业当中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还会被那些更多的人喜欢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于我来讲很有意义的奖项 然后对于我来讲一个莫大的鼓励和荣誉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秦岚 在这儿祝福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能够百年传承 虽然现在是青壮年的年纪 但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时光留给它的荣耀成就和光环